一些对部队清楚的人都知道,在部队中不仅有军职干部,还有一个文职干部的存在,文职干部都是属于文工团,也有很多演员,明星也是军人,像韩红、李右斌都是军人,而且待遇还不低,都是正师级待遇, 在部队中,以军贤来平定此人的职务高低,而且军职干部和文职干部的军贤划分,既样式也是不一样的,蒙职干部的等级也分为了特级,一级,二级,三级,九级,若是按此等级和军职干部相比的话,特级与一二级就相当于军区级别的,军先也是将军级别,而在明星中,还有一位是一名军人,还是三级文职干部, 相当于大校军贤,正师级待遇,潘长江,一位熟悉的小品演员,在春晚上几乎是年年能看到,但是大家对其印象,也就是一位喜剧演员,他还是以为文职干部还真是没想到,潘长江,他也很少穿军装,也曾在某档节目中,说出过自己的军贤待遇, 大校级别,正师级待遇,当场把大家雷住了,谁也不会想到,可爱的潘长江,竟然还是一位文职干部,而且待遇还挺高 感谢观看